第六場,三班1650米 軍勢的場合,可以選擇的馬有多少? 我自己選了四隻,會搏多次紅套巨星 純講感覺,我覺得這隻馬幾次一鋪成命 希望可以再贏 說回這隻馬,是高架,跟那隻不一樣,那隻只是三、四班馬 但這隻是高架,坤士蘭打給亞軍 要滾滾滾滾滾滾,四班贏不到跑近,升上三班 才幾經辛苦贏一場,有一個一檔之助 但情況蠻尷尬的,這次濕當,跟上次的形勢應該會不同 但這些高架自購馬,你得一WIN 馬主應該都不會放過你 那這些馬,駁開近三場,都用了一些力量駁 希望能頂得到這次鋪吧 那鋁開的馬,運不到QT膽都拿他,應該會穩陣的 5號的超翠 上場就配合田泰安一貫作風,扔出大外檔衝 那晚的形勢好像扔出外檔衝 那補回第2,已經用了不同師傅 田泰安各能,潘頓都跑過這隻馬 都未贏到,這次繼續12檔 繼續田泰安,我想跟上場一樣 拉出外檔衝回一隻 第2,3,5都已經夠交差了 11號競區,上場都跟超翠同場 我臨場也有留意這隻馬,也有跟著一點 那見他明顯跑落,是開始到的了 上場可能過太早還是差一點點 這些馬是來的了 季尾前應該三班是有頭馬交到出來的 跟進主吧,今場有賠率 腳都扔一下,無妨 1號的聖大光輝 今次就用到波傑士 上場純粹是因為用過莫雷拉 又挑選他,但已經跑盡了給你看 也只有第四 始終已經是交代了的馬,分數又浪一點 看看波傑士會不會幫這隻馬帶來新的衝擊 今次也是一個弱勢馬房 有些佈局,應該會配合而來的 但雷神其實可能會比較窄 今場,軍勢場合,我就搏8號紅套巨星 銳開,看看能否再贏多一場 5號超翠,11號勁區和1號聖大光輝